这个民族名风彪悍 这个民族曾一度将四大文明国中的三个埃及 古印度 古巴比伦禁术消灭 这个民族甚至被称为文明粉碎鸡 这个民族在二战时期德国元首的口中称为高贵的象征 纯种亚利安人是德国尊贵人种的象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德国元首口中亚利安人 亚利安人是如何败在中国脚下 就是如何灭掉三个文明古国 现在的亚利安人对印度又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本期为大家介绍亚利安人及其背后的故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并将自己的精彩观点留在评论区哦 1976年对考古学界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一处墓穴被正在耕作的河南依序小屯村的村民发现 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考察 最终确定这座墓穴的主人 就是商朝武丁的妻子富豪 富豪墓出土了不少文物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 就是里面几具不同寻常的尸骸 这几具尸骸看起来身材高大 似乎不是当时中原人的样子 考古学家立即将这几具尸骸 孙王检验处检验 结果显示 这几具不明尸骸居然与亚利安人高度通缘 要知道法端于乌拉尔山南部的亚利安人曾经灭掉了古巴比伦 古埃及 古印度 却在商朝墓葬中发现了亚利安人陪葬 这令人十分惊奇 一时之间夜间引起相关讨论热潮 最终根据研究显示 墓中甲骨碎片的记载 真王误呼富豪 网伐鬼方等句子显示 亚利安人曾经也想入侵中国 但是计谋没有得逞 反而被富豪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亚利安人攻打中国时 武丁领导下的商朝是怎样的境遇呢 二 武丁和富豪亚利安人入侵时 中国怎么样 公元前1250年 此时的商朝国运不济 九世之乱 使得那时的商朝云气淡伤 九世之乱指的就是商朝时期 由王位问题引发的内乱 此后商朝周边居心叵测的诸侯 也趁机叛变挑逝 就是以生死存亡之秋 武丁正式继承大统 成为商朝历史上第二十二个皇帝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五十八年 是商朝历代统治者中 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 当然 武丁也是商朝历史上最重要的君主 由于武丁的父亲 希望儿子能够体悟民间疾苦 因此就让幼年的武丁 在民间度过 这段经历于武丁之后 英明治国密不可分 武丁为人 文韬武略 是一位能够安邦定国的英明君主 也是一位能礼贤下士 求贤若渴的贤明君主 此时的武丁需要大量贤臣 来辅佐自己 恢复商朝辉煌 为了广纳贤士 武丁废除力来 只允许贵族做官的传统 亲自到民间寻访 希望在民间能够找到 有真财实血 能够帮助武丁 安邦定国的人才 自此期间 武丁重用出身 威寒的副说 干盘等形式 武丁在副说 干盘等人的辅佐下 对商朝进行 全方位的改革 其中涉及政治 军事 经济等方面 之后 商朝国力迅速恢复 和发展 几乎能够比得上 商朝初年的繁华景象 在政治方面 为了避免王室权力争夺 再次发生 避免九世之乱重演 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削弱各地诸侯力量 将一切可能滋生内乱的可能性 扼杀在摇篮里 百年之中 商朝再也没有发生过内乱 在军事方面 武丁曾亲政叛乱诸侯 将土方 蛇方 枪方 等一一打败 这些叛变者最终 全部再次臣服于商朝的脚下 除了叛变诸侯外 武丁寒南征北战 开疆吐吐 其在位时期将整个商朝的疆域 扩大了有十倍有余 这也成为了商朝疆域最大的时期 在武丁及其俯臣的不断努力下 商朝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这是奴隶制时代中国第一个发展高峰 武丁治下的太平盛世 也被称为武丁盛世 前面说到了考古发现 富豪墓中的主人公富豪 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 富豪是武丁的妻子 也是武丁众多古城中的一位金国英雄 是商朝时期最重要的将军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英雄 由于王的妻子被称为富 封帝为豪 因此被称为富豪 也被称为后富豪 富豪曾多次率军南征北战 前前后后击败了商朝周边二十余个国家 那时候母系社会尚且对商朝留有影响 女子并没有像明清那样受到严厉束缚 因此富豪可以在官场上大展拳脚 加上武丁十分信任富豪 曾将商朝一半的军队交给富豪统帅 富豪也不负众望 多次在连武丁都犹豫不决的时候 果断决定带兵出征并开学 除了军事才能出众 富豪还精通占卜之术 由于祭祀是信奉鬼神之说的商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使得富豪在商朝拥有极高的地位 在武丁领导的武丁盛世之下 中国繁荣昌盛 亚利安人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击溃我们的机会 首先在武丁之下 商朝是以强大的实力加上武丁懂得理行下势 其麾下有众多能征善战的将士 也有众多头脑灵活的谋士 因此须满极小族根本不再挂齿 铁骑和战车是亚利安人的主要作战工具 而商朝的军队主要是步兵 似乎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亚利安人胜算比商朝大 但是真的如此吗 并不是 因为商朝人除了一般的步兵 还有一支特殊的军队 这支军队就连续征服三大文明古国的亚利安人 也不得不为之惊叹 那就是商朝的项群作战 膨胀的亚利安人 哪里是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的对手呢 那么商朝的象兵究竟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商朝的起源说起 商朝的核心位置实际上 位于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 而河南的简称是由与和象组成的一字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字理解为长矛和大象 商朝时期人们不断向原始森林中开疆拓土 生活轨迹于大象也出现重合 一开始人们见到大象大多会惊慌失措 但是时间一长 人们便习惯了这种庞大的动物 便开始琢磨着将大象驯化为己所用 开始摸索如何将这种比人还要高出很多的庞然大物 受为己用 时间一久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 人们逐渐掌握了驯服大象的技巧 行政一套成熟的大象驯化经验 大象真的逐渐走进了诸多商朝百姓的生活 大象成为与牛马并驾齐驱的重要家处 可以帮人们耕作 搬运重武 甚至是上战场作战 可以说 要不是大象数量实在是太过稀少 没准 马在人们生活当中的地位就要被大象所取代 在商朝大大小小的战场上 大象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武器 凭借着巨大的身形 大象具有旁人无法匹敌的威慑力 甚至是攻击力 这就是商朝除了步兵之外最重要的象兵 正是开战前 驯兽师会将大象排成特殊的阵型 然后再将他们驱赶向敌方阵地 这个时候雅利安人便会进退为谷 前进拔被大象踩在脚底下蹂躏 不前进拔就显得气势上输了一筹 受象兵蹂躏最惨的大概是东夷族 这个东夷族曾经不服从伤亡的管教 不再像商朝缴纳朝贡的物品 生气的伤亡便使用象兵将东夷族踏平 不仅如此 当时战场上有一个众人心知肚明的规则 相当于一个对等原则 即步兵打步兵 骑兵打骑兵 战车打战车 这都是一对应的 但是商朝偏偏见走拼风 先用象兵打头阵 自然就打了雅利安人一个措手不及 换句话说 雅利安人之所以能够灭亡三大文明古国 说白了还是那三大文明古国 无法适应雅利安人的游牧民族战争方式 而雅利安人打不赢中国 也是因为雅利安人无法适应中国的战争方式 要知道 除了象兵之外 我国一半以上民族都曾是游牧民族 对骑兵作战可谓是非常熟悉 对于雅利安人可谓是知己知彼 商朝的骑马涉猎功力也不一般 因此雅利安人根本对商朝来无影去无踪的打法 毫无还手之力 第二 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势就成功为抵御雅利安人入侵提供了天然优势 中国西部地区多高山地形崎岖一手难攻 如果放在现在有飞机等等先进的武器保驾护航 地形或许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放到冷兵器时代 军队浩浩荡荡地来到诸如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山面前 除了徒手攀登和翻越 别无大法 高山上的严寒是抵御雅利安人的第一道门槛 不仅是西面 曾卵别仗 我国南部地区的山地森林也是极大阻碍 这里的森林中瘴气弥漫 时常有毒蛇出没 对于不熟悉地形和环境的异乡人士来说 在这十万大山中极其容易命丧黄泉 往往未来入侵者还未等进入中原腹地 就已经淡尽明绝 中毒而亡了 中国的北部地区是一片广袤的沙漠隔壁 气候干燥 飞沙走石 行军极其困难 但是对于游民族来说却是游刃有余 当然 敌人也许会尝试从东部入侵中国 但是中国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一点同样在冷兵器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商朝的时候就制作出 做工精良的船只用来作战 况且 亚利安人发源于乌拉尔山 会走水陆进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因此 亚利安人难以灭掉商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种特殊的地形定势 一手难攻 有效地抵御了外敌入侵 保证中华文明绵延发展 富豪常年征战鬼方 枪方等游牧民族 日经月累下战术战略早就锻炼的炉火纯青 只需要少少花点心思 亚利安人就是富豪的囊中之物 这些胆大包天来入侵商朝的亚利安人的结局 一般都非常凄惨 富豪活着的时候 这些人被贬为奴隶 富豪死后 这些亚利安人就被当作是祭品 丢进富豪的墓穴之中 可见 亚利安人遇上商朝 简直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灾难 四 铁蹄踏遍世界 亚利安人消灭世界四大国中的其中三个 既然说到亚利安人是如何败在商朝铁蹄之下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来说说 亚利安人是如何成功的将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古印度 古埃及 古巴比伦灭掉了 古印度公元前1500年 亚利安人从乌拉尔山脉引南地区继续南下 便进入印度北部争议地段 庞哲普地区 亚利安人骑着马进入印度这块土地的时候 原本生活在印度的哈拉帕文明早已向往 只剩满目废墟 在哈拉帕文明的废墟上 亚利安人扎根下来 这也成为了日后亚利安人统治印度人的基础 古印前1000年左右 亚利安人凭借强大的战斗能力不断扩张 并逐渐将永久部落划分为众多支部 有的亚利安人不断向西迁徙 这就成为我们日后便要说到的 生活在伊朗高原上的亚利安人后裔 上下一些继续向东挺进 继续迁徙 深入印度大陆腹地 深入到河河平原 亚利安人的到来 这里的土著 达罗匹图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因此两个民族爆发数次战争 由于作战方式不同 武器数量不同等原因 古达罗匹图人最终败下阵来 被彻底征服 而亚利安人获得了胜利 取得了对庞哲普等广大地区的主导权 古巴比伦作为乌拉尔山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曾一度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地区 并在那里扎根 和那里的人逐渐融合 当地人和亚利安人联姻形成了人种 现代社会称为伊朗人 那个时候亚利安人的后裔被称为波斯人 同当地的土著米底人 发生冲突后被征服 然后米底人建立了亚述帝国 可是好景不长 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波斯贵族 生下了居鲁士 随着居鲁士长大 他便联合其他波斯贵族发动起义 一举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米底王朝 建立古波斯帝国 而萨米特人在公元前19世纪继承苏美尔文明 建立古巴比伦王国 古巴比伦王国最著名的君主 便是那个颁布汉莫拉比法典的汉莫拉比 这个古巴比伦王国最终被前面的亚述帝国吞并 后来 萨米特人的另一个分支不甘屈服 便率领同胞 试图将古巴比伦复活 并建立新巴比伦王国 可是随着波斯人灭掉了亚述帝国 这只刚刚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 也迎来终结 由于新巴比伦王国内部的 国王和祭祀发生矛盾 使得波斯人可以趁虚而入 不花一兵一组就轻松进入 至此 曾经名造一时的古巴比伦王国 也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埃及居鲁士二世征服新巴比伦之后 不久就在战场上阵亡 其子刚比西斯二世即位之后 便将下几个征服的目标 锁定在地中海对面的古埃及身上 此时的古埃及已经绵延了26代君主 由于僧侣寺庙阶级荒淫不度 大肆挥霍经营 国库在此种情况下日渐空虚 法老更是无法承担巨额的军费 古埃及军队因此遥遥欲坠 与此相反 刚比西斯二世的军队 却在这时期如日中天 雅利安后裔波斯人的军队 轻而易举地就攻破了古埃及的防线 自此 雅利安人最终征服了古埃及 使得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 此后 埃及不断掀起反抗行动 但是军被镇压 尤其是在大流氏伊士时期 镇压手段极其残酷 至此 三个文明古国都在亚利安人手中 丧失国家文化发展的延续性 5.扎根印度亚利安人 对印度的影响极其深远 那么说到底是谁受到亚利安人 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大多数人可能会说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 或许是亚利安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 这个回答非常正确 基数庞大的人口资源 由于的地缘环境 未定的外部条件 本应该让印度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印度的大国梦 却从来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正是因为亚利安人 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 给印度国内 落下了深深的烙印 亚利安人深知 仅仅依靠军事等暴力手段 只能起到短时期的作用 绝对不可能一劳永逸 因此 亚利安人就计划用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纽带 彻底将印度束缚在自己的身边 印度人的思想和印度的社会 从此开始一步步走向禁锢 这种禁锢便是印度的种性制度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亚利安人首先将亚利安人和非亚利安人区别开来 并分别将其命名为 亚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 并在亚利安群体中进一步细分 产生今天的种性制度 分别是普罗门 刹地利 费舍 守陀罗 其中普罗门身份最尊贵 权力也最大 而守陀罗最为低限 权力也最小 等级由高到低排列 每个等级的权力不同 普罗门权力最大 对于哈拉帕人 达罗匹图人 等非亚利安人 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低贱的被征服者 从而被划分到费舍守陀罗阶策 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目前印度一部分贱民的前身 在种性制度的进步下 亚利安人并不满足 他们追求世世代代的阶级固化 这样他们的后裔将永生永世 都能处在统治阶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求各种性之间禁止通婚 从而保证血脉的纯净 族群只能内部繁衍 尤其是高种性女性 绝对不可以下架低种性等等规矩 正是因为这种性制度带来的阶级固化 使得印度社会缺少创新的积极性 缺少不断发展的头脑 这也成为印度大国梦 实现道路上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总之 亚利安人虽然强悍 但是仍然强悍 不过当时相当长盛的商朝 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武帝的英明 富豪的英雄 加上中国边境一手难攻的天险 在避免中国沦为 同印度一样的境遇 才能保证中国 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 唯一没有断流的国家 如果你了解更多亚利安人和富豪 等等的相关故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观点呢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